忏悔路和血泪史 戒除方法 浏览量 3951 那年高考 我高分被中国某著名的法学院校录取 位列全是第三 曾经是无数家常茶余饭后聊天的谈资 曾经是亲戚们引以为自豪的对象 曾经是无数学弟学妹学习膜拜的榜样 更是一个人含辛茹苦抚养我23年的母亲最大的骄傲 就是这样一位被无数人认为都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却在大好形势下误入歧途 那就是手银 不怕各位兄弟笑话 我到高考毕业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做爱 做爱到底是怎么回事 更不知道手银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的母亲对我管教很严格 把毕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所以平时严禁我上网 高考毕业结束了 长达三个月的漫长无聊的暑假 让我突然想弄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可是正规渠道却很少有这些东西 出于好奇心上了黄色网站 结果出于新奇出于好奇自己也想尝尝这种很爽的滋味 所以就当时就想反正高考这关已经熬过了前程似锦 但是却不知道就是在成功之后的麻痹 成就了我大学后两年最痛苦的根源 一开始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每周一次 后来也感觉这样可能不好 但是这种事情又不能和别人说 所以就去网站一查 发现网上几乎都是有关于适度手淫有益的文章 所以后来就更加心安理得了 由于年轻气盛 又加上我常常在健身房锻炼 所以身体上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反而作为一种自我放松的手段 由于我高中时后基础很好 大学第一学期 在高手云级的年级中成绩仍然位列前三 但是当时已经觉得读书有点吃力了 学习成绩好 长乡好 身材好 又来自江南 举止温文尔雅 自然成为很多女孩子追求的目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难以名状 所以对他们总是很躲避 随住手饮食间的延长 感觉身体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 按理说常去健身房的我 身体应该越来越棒才是 可是却发现读书越来越累 最要命的是 学的东西总是记不住 要知道很多东西对于我高中时期简直就是小菜 可是到了大学以后却发现越来越困难 好多时候学住学住就想到黄片里的情景 或者就是趴在桌上睡住了 渐渐的手银的一切影响都在我的身上慢慢发生了 先是尿道分叉 然后是头发变息变疏 腰稍微做久了就有点疼 食欲大增 可是就是不常踢重 锻炼了一年 肌肉都没怎么长 还有很恐怖的一点是 说话如果说大声了一点会有声音在颤抖的感觉 还有就是脾气非常暴躁 常常和我的母亲吵架 后来迫于无奈 经过一位心地很善良的网友的介绍 我来到了借手银论坛 如梦方醒 但是 一开始 我对自己的毅力很坚信 要知道 我是一位高富的学生 第一年就超过重点分数限38分 这在文科当中已经算高了 但是因为志愿莫填好 高分复读 高富那年 我能在凳子上一动不动的做题十个小时 不吃饭 我可以为攻破一道数学题而通宵达旦 我那时候是纳摩的自信 一切好学生的优良品质我都有 我是纳摩相信自己的毅力 可是那都是在手银前 我相信即使不上这个网站 凭及我的努力和毅力 照样可以克服手银 但是后来才发现 仅管我怎么努力都无法破解心中的淫魔 终于 恶报接踵而至 08年 我从全学院的一直稳定的前三名狂跌到地名 辅导员和同学都惊讶不已 唏嘘不已 一次 经过学校的奖学金红榜 现机位同学正在那里议论什么 就凑进去听听 却听到 咦 一等奖学金怎么找不到警号警号警号的名字啊 是不是漏了呀 不是 你不知道他这次考了有多差 听说考了三百多名呢 不会吧 开玩笑吧 是真的 哎 一个过气的人有什么好说的 走吧 当时他们所说的每句话都如真一样扎入了我的心中 对于一向要强的我简直是一种羞辱和折磨 之后我们辅导员找到我 问我到底怎么了 问我是不是恋爱才影响了学习 可是我又怎么开口呢 雷里知道我是因为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因为这次的考试 我已经彻底从保研大到竞争行列中退出 厄运还末终结 08年 我的一位至亲离开了我 那就是在我母亲外出打工挣钱的那段时光里 护养我8年的我最爱的外婆和我曾经相依为命 像母亲一样对我一起度过贫穷 饥饿 但是却在08年突然的离开 母亲说外婆从床上摔下来 脑淤血一直昏迷了三天 医生们说年龄大了血管全部破裂 脑淤血已经不可能救活了 但是老太太很坚强 她一直不肯走 她好像在等一个人或者她肯定有什么事情放心不下 或许想现现一个人最后一面把医生说外婆虽然昏迷中 但是潜意识中能听到你们的对话 在场所有的人的哭了 母亲更是哭得撕心裂肺 因为在场所有人都知道所有的亲戚都在 唯独外婆最疼爱的孙儿在北京读书默有赶回来 因为害怕影响我期末考试 因为害怕我一个人悲伤过度 当时家里面所有的亲戚都把这件事情瞒住了 我知道外婆什么事情莫放下 就是我的身体 从小我的身子骨就弱 老生病 外婆每次看见我说的话就是 警号警号 一个人出门在外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而今 在得知外婆过世之后 我发誓一定要戒掉手银 足足167天 但是却在今年一天晚上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非常难受 就破戒了 在破戒之后 我走向厨房 看见了菜刀 在那一刻 我想到了死 因为我已经莫有脸在面对在天之灵的外婆 已经莫有脸活在世上 曾经的天之骄子 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 而今 但是突然我想起我的母亲 一生寒心如苦养我长大的老妈妈 我突然觉得活住也许就有希望 带住疲惫和早已空虚的身体 带住早已退去的光芒 我重新回到了这个论坛 就如同一个迷途的小孩重回自己的家里一样 虽然 我已经莫有了任何的尊严 莫有了任何的骄傲 也许连人都网称不上 但是看了很多位兄弟成功的经历之后 我又一次看见了希望和力量 一个人和银魔战斗的日子 我真的很害怕 很孤独 真的 我现在时常回忆起我高富的那段日子里 虽然很辛苦 很寂寞 但是却是我人生当中心灵最安静 生活最充实的日子 为梦想而奋斗是那么的快乐 还记得在踏进考场我的那一刻 莫有第一年的紧张 心太平静 我的恩师叫住我 送了一句话 警号警号警号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现在是你收获的时候了 今天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我自己和帖里所有和我一起和银魔战斗住的兄弟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只要我们心中存有希望 就一定能战胜这个精神鸦片 守银 最后我想以自己写的教训 给大家做一个反面教材 大家戒银的过程中不要给自己什么期限目标 请记住 上次破戒是你的最后一次 不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还有学习同样和戒银是终身的 当各位兄弟们有一天成功的时候 请千万不要忘记 接触意识开始 学习 一生永无止境 一生永无止境 那么 一生永无止境 是 我们 要